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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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Sonia 她是Hanaku 我最近要看到大家 越來越多人在討論YouTube賺錢的影片 所以我就想說 嗯 該試試酷了 YouTube賺錢對亞洲人來說 還是一個很新的一個概念 能夠深入了解的地方呢 還不是很多 所以我想以我個人的立場 及經驗 分享有關YouTube賺錢 這個主題的相關知識 希望能讓也想當YouTuber的你們 有個更全面的參考依據 那麼以下呢 是我整理出五個 你以為你懂 可是可能搞錯的 一些小問題 第二個問題 廣告聯盟到底是什麼 許多大型網路購物平台呢 你只要加入他們的廣告聯盟系統 他們就會給你一個專屬的連結 只要你成功推薦 或者是宣傳他們的商品 也就是說如果觀眾呢 用你的專屬連結 點開然後購買他們的商品的話呢 你就能夠取得 觀眾透過你的專屬連結 購買他們商品 所賺到的錢 這樣 有懂嗎 舉例來說呢 就跟寄賣一樣 我們就像是幫忙宣傳商品的一個賣家 只要成功呢 推銷出在店裡寄賣的商品 我們就能夠合理的呢 從賣掉的商品裡面抽取一部分錢 第二個問題 影片廣告收入很能賺嗎 答案是 是的 影片廣告收入賺得不多 從我開頻道到現在 所有廣告收入只有賺兩百到三百美金 不過呢 在我還沒有破萬訂閱之前 我就已經收到來自各種廠商 邀請合作的電子郵件 雖然我還沒有開始從廠商那邊 就是賺到錢 但是我也因此得到很多免費的商品 我覺得呢 至少呢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第三個問題 網路創業人人都行嗎 我的答案是 是的 網路創業人人都行 但我對行的具體定義是可以去做的意思 也就是說 你只要花時間了解 然後去學習網路創業的知識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 然後變得越來越厲害 但我發現似乎很多人不小心把行 這個字呢 定義成成功的意思 一個人在一件事情上的成功 或許跟老師、家庭、環境、背景、因素等等有關係 不過呢 自己有沒有持之以恆 持續的學習 才是最大的關鍵 所以說一個沒有頻道的人 想成為Top YouTuber 是有可能的事情嗎 如果他有付出實踐 說了就做 做錯了就改 那這夢將一點一滴的化為現實 但是呢 如果他只是嘴上說說 並沒有做出實際行動的話呢 那就真的完全是在做夢 沒錯 其實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樣的 每個人呢 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件事上 取得成功 但只有少數人 真正實現在一件事上 堅持到底 只有不惜待下 成為了少數人的人 才有資格將行的定義 與成功畫上等號 第四個問題 訂閱數和觀看數很重要嗎 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讓我來先跟你分享一小段電影史的真實故事 在電視剛被發明出來時 許多電影人都看不起一台小機器盒子 有什麼好吸引人的 後來電視的方便性讓越來越多人 寧願待在家裡看電影 而不是跑去電影院 在受到強烈的打擊下 電影人才意識到 如果要讓電影產業 繼續生存下去的話 就必須要一定程度 與心趨勢融合才行 於是呢 像HBO這種電影台啊 或者是影音珠珠店 就因此誕生啦 我想說的是 在第一時間 就投入電視產業的少數人 一開始都會被嘲笑 還有瞧不起 但他們之後卻成為新興電視產業的先驅者 這就是他們付出的代價 與獲得的結果 為什麼我要分享這則小故事呢? 你們也許覺得我的訂閱人數和觀看人數 比起有名的Top YouTuber來說 根本是九牛一毛 但我想讓你們知道的是 第一代 也就是現在已經成名的Top YouTuber們 我們唯一贏不了他們的就是時間點 也就是說他們比我們早很多很多很多 就開始經營頻道 但其實不管是老手或者是新手 都是最近才開始學習 怎麼優化自己的頻道啊 許多細節 或是最近才開始知道 怎麼樣以YouTube為起點 發展出更多的網路事業 因為自媒體的力量呢 是近期才開始被注意還有重視的 所以呢 回到這個問題 訂閱人數和觀看次數很重要嗎? 我會跟你們說很重要 但是呢不代表掛鈴 或是訂閱人數很低 就代表你沒希望了 因為呢現在的亞洲網路市場 正屬於充滿發展潛力的階段 第二代 也就是現在才開始經營YouTube的我們 正是新起的好時機 有興趣的人呢 最好別偶遇趕快行動 最後一個問題 Wall YouTube School 到底在搞什麼? Wall YouTube School 以下簡稱WYS 是由一位名叫Shen的馬來西亞人 所創立的補習班 主要是透過販售如何用YouTube賺錢 的線上教學課程來盈利的 然而這間公司呢有一個手法引起了不少的爭議 只要有人透過某WYS學員的連結加入成為了新會員 那某學員就可以抽成拿50元美金 於是呢許多人就開始認為 WYS是直銷或者是老鼠會 然而WYS是一種新的直銷方法 稱為網路直銷行銷 是傳統直銷受網路影響 自然發展出的改良版 所以的確可以說他們是屬於直銷沒錯 但問題的關鍵所在 其實是大部分人對直銷的刻板影響 大部分人認為直銷呢就是那種商品 只是個幌子 其實是靠吸收新會員入會的方法來賺錢的 但其實呢那稱為沉亞式推銷 或是金智塔式騙局 台灣則俗稱為老鼠會 但真正的直銷呢是一種正當事業 它不等於老鼠會 因為真正的直銷呢是有透過實際的業務來賺錢的 而WYS的實際業務行為呢 則是收費授課 所以他們屬於正當經營的網路直銷行銷公司 並不是屬於沉亞式推銷或者是老鼠會 而且那個備收正義的50元抽成模式 正是來自連大型網購平台都在使用的廣告聯盟系統 一種不會輸入那些大型網購平台也是老鼠會吧 我之所以選擇現在才拍這部片呢 是因為我已經上網WYS的24堂課了 而這24堂課造就了現在的我 我很確定我已經充分了解了課堂內容 我也很確定這個課程最後帶來的實質利益 是遠遠超過學費的 我更確定的是呢 它是值得被推廣還有宣傳的一間網路補習班 在尋所教的24堂課當中 廣告聯盟系統呢 只不過是眾多可以使用網路 來獲取正當收益的其中一種方法而已 其實它教的東西呢 不只是教你如何經營YouTube頻道 而是教你怎麼善用網路這個平台 來強化任何你想經營的事業 WYS呢是相當早 就將自媒體經營相關知識統整 並且系統化的公司 自然會像是早期的電視產業一樣 被許多人看不起 或者是被當成騙子之類的 如果你要等我們訂閱人數高達百萬 才注意說服你有足夠安全感 開始行動的話 那時候的網路市場恐怕已經飽和 你也擠不進來了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省時間比省錢還來的重要 它的學費價值呢 並不是建立在課程內容而已 而是它的人跟它能帶給你的 充滿無限未來的可能性 在學習已成長的路上 有沒有對的人指引你 將會左右你走了多少的願望路 請記住第二代 也就是現在才開始經營YouTube的我們 現在呢正是星期的最佳時機 最後呢如果你對WYS有興趣的話呢 底下呢有我的專屬連結 除非你報名獎費我才會賺到錢 不然呢你只是點進去看的話 是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的 所以請各位放心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呢 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留言 來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然後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好那我跟大家說掰掰 支持力量代替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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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的文化 - 字幕志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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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願